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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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介紹這個 Directory 就是資料夾了 所以我們都知道 檔案當然是最主要 是存資料的 這個Logical的Unit 但是當檔案很多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管理 這些檔案 那所以當然就會有所謂的 資料夾大家都知道檔案是放在 資料夾下面 所以我們方便去找 同樣的對人是這樣 對整個系統的運作角度也是一樣 那再講多一點呢 大家需要做一個區隔的就是 其實除了Directory之外 我們還有所謂的Partition 跟Valient 就是在存一個檔案的時候 那 Partition跟Valient 在中文的角度 或是大家常見就是所謂的槽 詞區跟槽 所以Valient就像你是C槽D槽 然後Partition 就是你的去對一個硬碟 或是儲存的device做切割的 那個動作切出來的那個part 那個就是所稱的Partition 所以真的在儲存 把檔案 map到Story device上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有這三個 我們用這三個方式去做管理 那尤其呢 Partition跟Valient 大家記住他們兩個其實指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就是Valient指的就是在 Partition上面 格式化之後有了檔案系統之後的 那個詞區 我們就稱之為發連 所以我們來買一顆硬碟來對不對 我們要去灌系統 或是說要去開始存檔案之前 我們大家知道 第一件事情你可能就會做Partition 就是把它做切割 我到底要切多少個這個空間出來 是當做一個儲存空間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就開始做 Formatting 也就是格式化 格式化在幹嘛呢 就是在這個Partition上面 去建立一個檔案系統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以檔案的方式 開始做儲存了 那這個時候 這塊空間 就從Partition變成所謂的Valient了 那這個Valient之後就是指的 重點就是它就是指的是 用File System的一個Partition 所以這個Partition 或者說Valient同樣的嘛 對不對 只是用檔案系統沒有 在現在的這個 我們現在的電腦應用來講 其實是非常有彈性 因為軟體其實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我們這些地方 像虛擬化等等 對不對 所以 Partition 它甚至於 像我們這樣 它原來的話當然是指的是 一個physical 硬碟 或者device 你把它做切割 可是現在甚至於你可以是 你也可以變成quad 所以一個Partition 你也可以是group of multiple disks 或者說storage device 這個也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 每一個硬碟只有兩T 那如果我們想要一個檔案系統 它一個槽就實體怎麼辦 其實我們現在都做得到 對不對 就是在上面 用這種透過network方式的Partitioning 然後把它把五個硬碟全部穿在一起 變成十個 那就變成這種分三四的概念 所以這個其實也做得到 所以Partition並沒有說一定要對到一個硬碟 它其實可以跨 可以做部分的切割 那當然呢 受限於這個storage的device下面硬碟 畢竟各式各樣的IO device storage device 特性也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也不是說所有的storage device 它都可以被partition 對不對 像是我們知道一些floppy 或是cd-rom 這些東西 它是沒有辦法被partition 它就是一個partition 你沒辦法去動它 當然也有這樣子的狀況 好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partition 跟volume 所以記得partition就是一個road的volume 那format之後它就變成了 一個partition format之後它就變成volume 所以重點就是有沒有檔案系統的差別 所以補充一下 像我們剛才竟然提到檔案系統跟database 對不對 所以像database 它也是一種跟fascin的角色很類似 只是它support random access behavior的應用 對不對 那database它當然也需要把資料放在storage device上 那database它用到的storage device 就有時候其實很多是沒有做formatting的 它要的就是一個raw partition 然後你就直接在上面就可以建立database 因為管理方式不同 你可以想見它要建index等等 所以它根本不想要用file的那樣的形式 像說我們知道table 通常常見的我們傳統的database 用這種table的形式 我們都已經知道每一個raw的大小是多少 所以何必在那邊還要考慮幾個file 我就是直接我要怎麼使用就直接切了 那就直接用這種raw partition 當作database的儲存的device 就不用format 沒有人說一定要透過file system 包括我們最後也會提到的 像我們之前提到那個swap的space的管理 對不對 那個也不需要透過file system 它也是只要給它一塊raw partition就好 不需要八連了 好 那最後就是directory當然大家就非常熟的 對不對 直接要講 所以最主要就是 在這個檔案的管理上 怎麼樣把它用這種 切割分類 然後比較容易去找到你要的file的位置 這個位置指的只是說 它的logical的位置 就是它的file的一個pass而已 好 所以這只是剛才的示意圖 所以我們知道 這邊disk12 所以這是physically的storage device 但是我們談到的partition 或者說partition變成一個valium之後 它其實是可以存在同一個disk 或者是它也可以跨 這個沒有一定的 然後當然 這個partition裡面會有哪些 這個data structure 我們之後當然會講 介紹更仔細一點 下一個章節的時候 但基本上你可以想見 一個partition到我們把它 format變成一個valium之後的最大的差別就是 一個valium的file system就會記錄這些 所謂的directory還有file的這些data structure 對不對 那所以你會看見 通常會把directory的資料先存好 然後再從裡面 你找到了你要的檔案位置之後 它去再找看看 這個file的content是存在哪裡的 好 好 好 那directory 所以現在當然大家其實都很清楚知道 directory其實就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對不對 那可是在早期的時候 當file system 這個這樣的system 還在去想 第一個先知道 我們好像真的需要file system 然後第二個 去想file system 到底該怎麼去管理file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過程 所以最早的時候 這個directory的想法 尤其當使用者不多 file不多的時候 其實是很單純的 就是你可以說沒有directory 或者說它就叫做所謂的 這種single-level的directory 就是一個這個 一個directory的名字 對到的就是某一個file 好 所以這個directory的名字 其實它就是像file的name一樣 好 然後對到的這個下面的file content 才是它真正 machine的unique的ID 好 因為大家不可能寄uniqueID 對不對 寄這個 humanunreadable這些number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去建立這個directory的目的 其實單純只是為了要能夠把你的file name 對到某一個unique的file的這個位置而已 這個content 這個object 所以這是directory一開始的目的 其實就只是要去找這個mapping而已 好 那當然這兩個mapping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跟我們之前介紹的都不同 就是file 它必須要是persistent 就是永久存在 也就是說你今天斷了電我們知道檔案不能遺失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不只是file的content 必須要存在我們的硬碟裡面 directory的information 一定也要存在硬碟的裡面 要寫到硬碟 對不對 不然 如果在memory裡面 它可以當cache暫存等等 但是 eventually 必須要寫到硬碟 不然它就會有遺失的問題 好 所以 directory跟file 其實它們都必須要是存在硬碟的 只是在運作的過程中 會被load到memory load到我們 剛剛之前介紹的 這種system-wide table 或是open file table裡面去 方便我們的process去操作而已 好 所以 這當然就 directory動作當然就更少了 所以directory 可以用哪些operation 當然就是這些 你可以create file 所以prefile 也是part of directory的operation 因為你要加到 這個directory的 這個 structure裡面去 對不對 才能都知道這個file的存在 所以delete create 其實也算 那當然rename 大家都知道也是 那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會忽視掉的是 list directory 就是 當然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它秀出來 對不對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是 這個動作咧 在現代的file system設計來講 通常是一個bottleneck 就是它是最耗時間的那個operation 因為 一個directory裡面 這個很大的檔案系統 其實裡面的file會非常非常多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list的一個folder 裡面是有1萬個file 你可以去想想看你要吃掉多少memory 然後花多少時間才能把那個資訊給全部撈出來 從disk 那你更不用想 其實現在的這個檔案系統很多是tree 那tree還很深 或者很多使用者 所以 在真實的一些很大型的系統裡面 如果你隨便下個ls 說把整個檔案系統的資料全幫我撈出來 我只想看一下哪些folder跟file等等 你恐怕會在那邊卡了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非常耗時的動作 因為它等於把整個directory把它給盪不出來一樣 而且是從這個disk裡面讀出來 所以 這件事情其實是在設計整個file chain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directory這邊的時候 一個蠻大的一個考量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你怎麼找 所以 像是我們給一個file pass 對不對 比如說home下面的jump 然後下面的homeward1 然後再a.txt 你怎麼樣子可以很快的去 traverse這個directory 或者是 甚至於它不一定要用tree的形式存 其實它可能用hash的方式等等 怎麼樣可以在這個directory structure下 很快的找到你要的那個位置 這個是這邊設計的另外一個issue 好 好 那這個directory 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它的設計最早的時候是非常單純的 就是只要找mapping 因為我們不想要寄這個humanunreadable的ID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些file name 我還可以rename等等 對不對 所以name裡面往往都是有含義的 所以讓我們知道到底是什麼檔案 對不對 所以最早的時候只是為了一個這樣的單純的目的 所以就是所謂的single-level的directory 也就是 你可以說它好像沒有一樣 也就是它就是一個root下面 然後就全部都是檔案名稱 就這樣 沒有folder 但那也是一個directory 因為其實那就是第一個level directory 對不對 你的file name 直接就是對到那個file 這就是俗稱的single-level 雖然它沒有folder 但它是一個directory 好 那當然在這樣的架構下 我們知道它的file name當然是unique 因為我們都知道 同一個資料夾下 你不能有重複的名字 對不對 不然怎麼去做mapping 所以它就必須是unique 所以這就會是一個問題了 因為當我們檔案越來越多的時候 而且如果是很多使用者 在share同一個資料夾或檔案系統的時候 那當然很可能會使用到相同的名字 像a.out 每個人都用a.out 對不對 那就override掉 或者是就沒辦法產生 因為它說已經exist 所以就比較難去維持它是unique的這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剛才說你要去down 你要去list 你到底有什麼file的時候 它的efficiency會非常差 因為它既然沒有選擇 它就是scan-through 對不對 那很多當然不是你的檔案等等 就會非常的沒有效率 所以這當然是 就是scale小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 只是為了要解決mapping是ok 但是大家發現 當我們的使用者越來越多 然後檔案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開始不行了 所以當然很直覺的 那既然seal level不行 就用multiple level 那這個multiple level 指的就是folder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有資料夾的概念 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除了檔案名字 就是我們在這個director裡面 我們還會加入資料夾 所以有user1 user2 等等 對不對 那就會比較好去 解決剛剛 第一個是找 我就可以list 也只會list2 我自己的file 我不會list 跟我毫無相關的 人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後我要找 我現在可以開始用 traverse的方式了 對不對 所以就pass的概念 就跑出來 所以就會比較容易地去 尋找到 你要的檔案 因為最後eventually 我們要找到的就是這個link 其實是這一個 那這個是 這是unhuman readable的 對不對 所以file內我們都知道 可是這個到底對到哪一個ID 這個就是directory 才真正的目的是這個部分 好 那 有了這個multiple level 接下來呢 就像我們知道 就開始越長越大 就變成 為什麼你要to level 或是fix level 我們就可以變tree了 對不對 所以就把它變成是 可以是任何的 這個level 每個使用者可以自己去create 這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現在的 檔案系統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在這樣子的 這個架構之下 我們知道的就是 你會有所謂的 絕對路徑跟相對路徑 對不對 所以 所謂的相對就是 你目前 你在這個 這個 在file system裡面 你其實可以去切換 資料架 意思就是你在triverse 這個tree 然後在你的目前位置 然後相對於目前位置 這個檔案的位置 我們就稱為 relative 相對路徑 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是為了方便 另外當然就是因為 我們這樣子就可以 在這個 整個資料架裡面 我們就可以 使用者也可以在這tree裡面 做triverse的動作 然後就方便使用 最主要 最主要其實是方便使用而已 因為eventually 其實系統在process的時候 多半還是會把 relative的pass 先換成 absolute pass 然後再開始 做剩下的動作 好 不過這就是現在的 structure 就是用tree 那tree的話 就會有這種 所謂 absolute跟 relative pass 的概念 好 好 那有了tree之後 我們在使用上 為了有一些需求 再進一步把它generalize一點 就有所謂的 acilic graph的概念 因為tree只是 你必須 對 你只有一個node 只能有一個parent 對不對 可是在我們實際上應用的時候 慢慢就會開始有些case是 你希望有不同的人去share相同的檔案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有 建立這種所謂的acilic graph的方式 那就可以像 像下面這邊所看見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檔案名字 所以 direct count 然後這邊是spell下面的count 可是這兩個不同的檔案名字 其實 是對到相同的 這個file的content 這個同樣的一個file 那這種時候就是所謂的acilic graph了 因為 acilic 所以這個是稍微放鬆 可是還是 你可以去加edge了 但是你不能讓它有一個 這個cycle跑出來 那加的方式 可以幫大家再補充的 像在linux裡面 有興趣的自己玩一玩 然後 就是去用所謂的symbolic link 指令就在那邊 所以查一下就知道 就是lns 這樣子 那它有分hot跟soft 意思就是說 因為當你deleted掉某一個file的時候 這個到底還要不要存在 有兩種選擇嗎 你要嘛就是 因為有兩個人指導相同的 所以有可能是 你deleted掉一個 這整個就真的deleted掉 另外一種是 你是deleted掉全部的 那那個content才會消失 所以會有一些不同的option 所以有分soft hard 一些定義上的不同 那 不過這些做法 就是為了要去create 一個acetic graph的 structure跑出來 所以這種時候咧 你就變成甚至於有 multiple的 這種 absolute past的出現 那很多軟體在 因為當初coding的原因 有需要這樣的需求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 建立symbolic link的方式 不需要在那邊copy file 因為跟copy file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如果copy的話 第一個 你浪費你的儲存空間 你真的就浪費掉空間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才講的 資料如果它應該是一份的話 你把它做duplication 你要怎麼維持它data的一致性 這是非常討厭的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建立像是symbolic 的這種方式 就可以去讓一個file 在兩個資料夾下都出現 但是其實是同一份 所以就是有人只要 一對這個file去修改 其實另外一邊會立刻看到 他們是exactly就是同一份 好 那講完這個 所以 但是雖然說我們的資料一份 但畢竟還是有兩個 就像我們在寫programming pointer的概念一樣 所以你還是有兩個file的名字 把它point到同一個檔案 所以當今天我們把它砍掉的時候 一樣會有所謂dangly point的問題 也就是 其實這個檔案已經根本不存在了 可是 你對應到的這個pointer 這個名字 卻還來存在 那這樣 當然在你access檔案 你就會發現比如說 file not found 對不對 這是一個error 對不對 這也不是not found 它是存在 但是content卻lost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fail的狀況 不只是說它不存在 它根本就是一個fail 所以 為了去避免這個dangly point的存在 在accelic graph 所以為什麼是先只談accelic graph 就是因為它比較容易解決這個dangly point的問題 因為它沒有circle 所以我想大家知道 你可以用counter的方式 你就可以detect 對不對 所以只要有一個file的名字對到這個file 那這個file上面的counter就會變1 兩個就變2 直到它變0的時候 它才會被殺掉 不然它 不是0的話 代表有人 就知道它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file 就應該把它keep 所以就很容易判斷 什麼時候我要真的把這個file 從我們的storage device上面把它remove掉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十分鐘 我們再把最後一個structure 這個general graph的structure介紹一下